好,我们来看一下超级跳的这个冷却时间要如何来添加呢 首先我们需要添加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叫做冷却时间 叫做Cold Down Super Jump Super Jump 冷却时间 Super Jump冷却时间 它是一个浮点数 它是一个浮点数 好,输完以后我们点一下保存 设置到设置一下这一个超级跳的这个冷却时间为三秒钟才可以跳一次 三秒钟可以跳一次 好,然后在这个后面来加个东西 加个东西就是 首先在前面加个什么东西呢 叫做Press之后加一个叫做Do Once 什么叫Do Once呢 就是仅在首次命中节点时输出 好,把它放过来 放过来 Do Once 就是只做一次 除非有一个Reset连接到这个地方来 也就是说当我们执行这个东西之后 一次以后就不能执行了 除非等个三秒钟之后 执行一下Reset这个东西才能再一次执行 好,我们先加一个Do Once看看有什么效果 我们先只加一个Do Once 现在超级跳 跳了一次以后 我再按跳跳不动了 是因为它只能执行一次 除非呢这里也会有一个Reset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加一个事件 叫做Add Custom 添加制定一事件 你可以输入中文 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呢 叫做Super Jump Super Jump Super Jump Reset Super Jump 超级跳的复位 我们把连接到这个位置 超级跳的复位 好,然后在这个后面加一个叫做Delay 延迟 延迟多少秒 延迟这个时间对不对 Cold Down Cold Down Super Jump 延迟 实际上就是三秒钟之后 就执行Super Jump的Reset Super Jump的Reset 就这个地方连接到的就是这个地方 来执行次Reset 好,大家看懂一下这个东西 主要是延迟三秒钟之后 就进行一次复位 进行一次复位 好,我们点运行 现在跳一次 好,现在不能跳了 三秒钟之后又可以跳 这样子我们就实现了一个冷却时间 为这一个Cold Down Super Jump三秒钟 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显示在我们的UI上 那UI之后会讲 现在 之后我们会详细的讲UI 到这个地方呢 就是这个地方的 我宣传的 感谢观看